网红也可以改变一个艺人 我们都知道孙晓威在九年代是非常红的一个艺人 当时他那时候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 可是现在的新的小朋友也不认识他 孙晓威因此而一直到了去年为止都不是太红 他陆续也出了很多单专辑 也上过不少节目 但是他的收视率都不好 他有一次莫名其妙的 他在一个晚会里面在去年的九月 唱了一首他的主题曲叫《爱的故事》上集 然后被人家录下来了 然后这个录下来之后摆到抖音里面 没想到迅速爆红 变成几亿人在那边传 而且大家学他这首歌在唱 这首歌听起来很感人 他也不知道这首歌在抖音红了 然后有一天他就莫名其妙要接受到 这应该不是他的歌是别人的歌 对不对 是他自己的歌 是他自己的歌 对 他以前唱没有唱过 可是那一天晚上他把它录下来 就莫名其妙就红了 然后他也莫名其妙有一天接到 中国前三大的直播网站胡鸭 说要用两亿台币跟他签约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十几年出了十几张唱片 都没有闲鱼翻身过 突然这一夜之间他爆红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上了虎牙的直播 他上了虎牙直播 也因为这个爱的故事上 两亿啊 两亿加了多少钱 多少直播才赚得回来啊 两亿台币 不过他其实算便宜的 因为虎牙算是很有钱的 因为虎牙是以电竞为主的直播 他签了 当初签密室 对 我就说这个平台要多少 虽然我也要唱多久 才可以帮人家平台把钱赚回来 结果孙耀一位果然不辜负虎牙的众望 他第一天上线就创下了 同时在线三百五十万人次 哇 这个累积的斗内这边有写 斗内到了三亿的台币 哇 一天 这个是 那个虎牙后面都赚的啦 对 那斗内其实后来跟他拆账了 是啊 可是他签约金已经都回来了呀 对啊 就回来了 所以虎牙也是算是投退了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孙耀威平均一天 他跟虎牙拆账 一天可以拿到斗内 差不多四百万台币 那剩过他拍戏 因为我知道他这几年拍戏 其实的价钱我当然也知道 我听很多人讲说 最近陈小鱼的一首歌 在大陆爆红 对 台语歌 就爱情的片子 那首歌啊 我相信所有大陆人 只要听过这首歌的人 超过周杰鲁的任何歌 红到不行的叫《拱虾咪》 然后这首 因为这首歌怎么讲 在抖音般拍的视频 至少几亿以上 然后每个人都拍得很好笑 笑到你肚子痛 陈小云哪有这样唱歌 他这个玩 他就是把那个陈小云变得很夸张 那因为这首歌在全年开始就爆红 那所以国内的大陆很多的人 想找陈小云 甚至花到十几亿想跟他先商演 那陈小云现在已经在台中 潜心向否 然后他就完全不出道了 是 是 是 不要讲大陆人 台湾多少人要找他出来 办演唱会 是 他也不要出来了 对 这首歌真的是红到不行 那每个大陆人都问我说 拱下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陆人只知道这口台语 对